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应该举一些什么例子呢 我一时半会儿 我们以后再可以谈 但是我看到 好莱坞的模式它都是这样 爱情你看最后 它又把 我记得有一些电影 什么演总统家里 是吧 然后总统的女儿 救这些总统的家人等等 总统是代表了国家 代表了利益 但它最后呢 它要总是要以一种 个人那种方式 是吧 个人的一种情感 个人的爱情 爱情要凌驾于 国家的利益之上 当然我这样的表书 当然不一定准确 大家觉得美国呢 好莱坞是爱国主义啊 它爱国主义爱得很 但爱国主义它的叙述 有一个非常巧妙的地方 它永远要脱出一种个人 它怎么来处理这个个人呢 它就把一度出现的 现在很多这种反恐片 反特片是吧 很多都是背景 你看看那些都是 我们就看 现在的那个叫什么 2012是吧 2012 你发现出现一个个人 是吧 那个个人的 那个科学家 他代表了科学的良心 是吧 他要反对 有一个那个对方 那个美国总统 是吧 黑人 他是黑人 是吧 现在这条文化要多元化 这个政治才正确 这个黑人 他就 结果这个美国总统 他变成一个人道主义者 是吧 他变成一个 一个宗教的 宗教徒 是吧 变成一个 这样的人呢 他其实是一个 道义的一种象征 他并不能够 促使人民摆脱灾难 是吧 你发现在这部片子中呢 他的整个 观念是混乱的 他不知道说 人类造这个船 到底是要保留这个 保留物种重要 还是平等更重要 他其实 也可能做得在玩弄反复 是吧 你这个民主和保留种子 因为那个船 要把所有人都装进去 肯定那个船 是存在不下去的 是不是 因为他有他的计算 他的这个安全性 和他这种供给 都受到限制 所以那里面出现 另一个科学家 这个科学家后来代表 国家的利益 美国国家的利益 是吧 他是从国家的利益来考虑 甚至从人类的 延续来考虑 但是他是不正确的 他不民主 他不是人民第一 是吧 他不是平等 是吧 而那个科学家呢 他是从他个人 信仰 个人信仰 他成为一个个人的英雄 这个个人的英雄战胜了 这个代表了美国和人类的 那么一个对手 这是一个最典型的 当然其他的电影 他还有通过一种爱情 最后来战胜这么一个 一度是与国家民族利益出现 但是好流他都有一套 他把这个代表的 民族国家利益的 这样的人们变成 再给他翻转一下 变成是一个欺骗 变成是一个坏人 变成一个冒充 串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的 当然我这个说远了 从风情这里 我要说的就是说 他企图就重新去 中国文学 他是发展出另一套经验 这个经验就在历史中 去看待个人的这种经验 而在西方中 他总是要在一种情感的 一种关系的纽结当中 他去表现人性 他这一套的叙述 确实是发展得非常的细致 发展得非常的充分 但是我们一百多年来 甚至漫长的历史 我们个人总是被历史强加 被历史裹挟 我们要去表现历史中的人 鲜血梅花 大家看一下 我这里面有 优他对他的一种解释 就是寻找父亲一样的故事 九十年代初 其实还有一些小说 非常独特 那么叶兆岩早述的故事 这是最典型的 中国的先锋文学 模仿华尔克斯的 《百年孤独》 那两句话 许多年前 许多年之后 这是一个经典的一个表述 但是叶兆岩确实写那些 旧时代的故事 写得非常有特点 叶兆岩是叶圣陶的孙子 所以他们是有家学 对这样一个旧的历史 有他非常独特的一种感悟 那么最典型的 你像《七切成群》 大家会觉得 《七切成群》这种作品 为什么也叫做先锋文学 当然这可能会有 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方面就是说 先锋文学 这些人是先锋作家 所以他们写的作品 他就叫做先锋文学 是吧 比如说这个北方人做的饭 就是烙饼 南方人做的就是小菜 我们总是会有这么一种方式去理解 当然这种理解 不一定十分的周全 不一定十分的充分 《七切成群》 这部小说你可以看到 有非常具体的冷漠 有非常完整的故事 有非常生动的细节 完全可以还原到我们经验中 得到解释 但是他又为什么也被叫做先锋文学 一度把它叫做新写实小说 但是苏同呢 他是这么理解的 苏同他 我想起来是1991年 我到南京呢 跟苏同王干呢 有一次在那吃饭 在那吃饭呢 苏同说了一句话 哎 这个为什么笑 在南京 在南京吃饭 苏同就说呢 苏同说 北春是真正的先锋派 他说我们这人里面 只有北春是真正的先锋派 那么他说这句话 我看了他一下 我说难道说你不是先锋派吗 他笑得不答 他笑得不答 所以这句话 我记得快20年了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说 苏同他并不是有激烈的 或者说有非常这样一个极端的 对先锋派的那种追求 但是北春当时是有的 确实 北春当时的小说是更加迷离朴素 他就是冲着迷宫 冲着语言的一种怪盗 冲着一种完全不可理喻的 那样一个荒荡的一种世界去冲击 所以你看七卸成群 缩动很快 从音术之家到七卸成群 这都可以看到那种故事性 在那个时期敢于写故事 还是要有勇气的 怎么说呢 我这样表书 一放到文学史的语境中 都会产生很多的起义 其实先锋派本身敢这么写小说 是需要勇气的 对不对 因为他反了现实主义 他反了故事 反了人物和情节 所以像孙甘露那么大胆 但孙甘露是极端冒险 所以他们是一种冒险 我原来有过一篇文章 叫做《冒险的迁徙》 这个应该是1989年发表的 大概 我忘了88年或者是90年 大概那个时候 在我的《无边的挑战》的那个书里面 有一章 但是最早写于88年 那么冒险的迁徙是什么 就是这些作家的这样一个改变 他其实是和整个现实主义决裂 是吧 然后他讲究语言 讲究叙述 讲究方法 讲究试点 讲究感觉和荒诞 描写极端的那种经验 但是回过来 这些已经被作为先锋派而存在 他们当时正是以此来让文坛 感到惊异的时候 苏同突然间一回到故事 这也是需要勇气 是吧 这也是需要勇气 那么这种勇气到底是一种后退 怯懦 投降 还是说是另一种进步 这个你们可以去评价 那么我当时 从我当时来说 我是感到一种失落 我感到失落 我读到这个小说的时候 我觉得苏同怎么这么快就缴械投降了 是吧 但是七却成群呢 却是普遍受到好感 包括我记得当时 像老一辈的这个学者 像张炯先生 对这篇小说都感到 都非常的赞叹 就是说他写的那种旧式的生活 写的那么的真实 让他感到惊异 这个小说因为变成电影 是吧 大家知道孔丽眼的 打红灯笼高高望 是吧 这个 里面当然有很多民俗 有很多这个奇怪的 刻意强调的那些文化的东西 民俗 那些细节 但对苏同来说 确实 你看他这篇小说 对五四时代是一个重写 五四我们本来是 巴金的家春秋啊 是吧 爵慧 就要冲出旧式的家庭 是吧 要和旧时代告别 要走向革命 走向外面的大千世界 但这篇小说呢 他却重写了这个五四的青年 这个宋莲 本来是一个在学校里面读书的青年 是吧 他这个父亲破产了 他的妻母问他 你是去沙场 当女工 还是去做小 他 没有忧郁 他说当然做小 嫁人是吧 嫁人 然后在那个 OK 我算是是不是 我算是有没有让你们举过手 啊 你们是赞成 如果是放在你们身上 你们是去当工人 女同学 是愿意去当女工 还是愿意嫁人呢 一口同声的 好 好 好 那么我曾经在一个地方 讲课 对象 是不是中国 不是中国 教育背景的学生 我也问他的女学生 也是很年轻的女孩子 很小的女孩子 我说你们要是遇到这情况 你们是去嫁人还是去 去做女工 还是嫁人 但是你要知道 嫁人是做小 没有不是说 嫁给一个帅哥 那当然都愿意嫁人 不是那个 就是去做小 他里边 我记得 现在 现在你们读的小说是什么 是嫁人 那是做小 好 我现在把这个选择简单 你做女工 还是去做小 你们肯定我知道 你们谁也不会说去 你们当然说英勇就义 去做工人 是吧 但是要知道 大家也同时读过包生工 是吧 下眼的包生工 那个年代做女工意味着什么 一天工作16个小时 是吧 然后吃一点 吃一点米汤 甚至米汤还吃不上 然后住在几十个人的大屋子里 是吧 然后可能累得皮包骨头 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们做什么选择 你都不用说了 我现在让你们说 当然你们说 那当然加年轻人 帅哥 那当然就一起奋斗 一起去延安参加革命 是吧 你们都想得很好 我知道 你们都想得很好 但是历史不是那么简单的 生活在现实中 不是那么简单的 是不是 会赞成宋联 找嫁给陈左迁的 举一下手 就是赞成的 不是说要你 一定要跟他学习 赞成的 有吧 都没有 好 还有几个 还是有几个 嗯 当然 我这样可能对你们太残忍了 我知道 因为 这其实是要触犯 一种这个 冠冕堂皇的 这样一个 我们的一种道德的谱系 嗯 现在当然 我们对这些东西 选择也好 批评也好 都可以当成游戏 是吧 甚至都可以做一种理论的 学理的一种探讨 但是对于一个18岁的姑娘来说 那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种命运 所以 她选择了嫁给这个陈左迁 一个50岁的 啊 当然我非常反对哈 我觉得这个 这个 我作为50岁的人 我当然坚决批判这个陈左迁 是吧 我觉得这个是 这是不道德的 这是不道德 我是坚决要抵制 坚决要批判 是吧 但是这个 苏彤呢 这个 他书写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感觉 这样一种感觉 因为这个在救中国 它是非常 非常普遍的 是吧 我跟大家解释过 就是 中国这种传统的 因为财产的问题 因为家族的 中法式社会构成的 这种社会的基础的问题 是吧 不是中国男人 特别糟糕 而是说 它是一种文化和经济 集合在一起 它是 有一种 要 不存在一个 当然你说道德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 来探讨 也是一个很复杂的 那小说会写到 我觉得他那些描写 是非常精致的 写得非常精致的 过去的 现实主义小说 反映现实主要是把故事 把对象世界 但是他却回到一个非常灰暗 非常成就的一种时代中去 写出那种旧时代的 那种感伤 旧时代的那种没落 旧时代的那种绝望 所以苏彤一直是要写出 整个地主阶级的负面 和腿败 是什么 是深知出了问题 深知出了问题 他用一种信 去重新去读解历史 所以你像这个陈左迁 虽然50岁 他找了年轻的女孩子 但是 他却是在这样一种 腿费的 腿败的生活当中 他 没有办法去完成 在这样一个现代的时期 去完成地主阶级的转型 而他的儿子 飞浦 是吧 也是一个缺乏男子气的 不能够承担起 拯救地主阶级的 这么重论的后代 小时候写到陈左迁 第一次见到宋连 是吧 在一个西餐社 就是我们的西餐厅 是吧 西餐社 叫西餐社 远远地看到宋连 撑着一把纸闪 果然是他想象的 漂亮洁净的样子 大家想一想 一个50岁的男人 是吧 看着一个18岁的姑娘 他的那种心理 是吧 这个 然后宋连坐下来 从他的包里面 拿出一包蜡烛 他说 你帮我许个愿吧 今天是我18岁的生日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他写出这种生活 这种情调 都是我们过去的 革命文学中所 扫荡干净的东西 是吧 而且在80年代的 所谓的反思文学 改革文学 执行文学 他都没有这种经验 突然间 苏东把这种经验翻出来 这是中国 已经被遗忘的 中国传统的 这样一个生活的一种经验 在过去这种经验是非常普遍的 是非常普遍的 而且我们过去讲美 讲美感 讲一种心理的一种触动 这就是在革命的一种语境当中 是吧 这是在一个非常腐朽的 没落的 垂死的 一个生活的情境当中 所发生的一种美好 大家会理解吗 像废墟上的花朵 这地主阶级已经快灭亡了 但是这个五十岁的陈左倩 他从一个青春的 亮丽的十八岁的 女孩子那里 感受到一种生命的一种存在 这样一种经验 有时候文学的一种经验 你是很难用正面积极 肯定伟大 高上崇高 很难用这些东西去表现他的 他有时候这种经验 就是对我们心里的世界 对我们精神的世界 对我们神美感知的世界的一种 无限的一种开决 可能要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他 是吧 当然在另一方面我们会看到 苏同怀着这么大的兴趣 这么沉迷于那种情感当中去书写 而且好像他打开的是五四的另一个侧面 那个叫什么 罗拉出走之后怎么办 是吧 那么子军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种命运 是另外的一种表述的方式 觉慧名奉的那样一种经验的另外一种表达 我们休息五分钟 这个还有随后到九十年代有些变化 因为变化了有些长篇小说 长篇小说呢 这个九十年代之后的新红小说 其实很快就发生变化 比如说故事啊冷物啊 他们都回到了他们的作品中 是吧 这本身当然跟长篇小说有关系 你看有一套长篇小说 那时葛飞写的《敌人》写的《边缘》 是吧 苏同呢写的这个 苏同更往后了写的《陈北地带》 还有这个于华写的《在细雨中呼喊》 然后是《活着》 然后是《徐山光卖学记》 那么北春呢 后来也写了长篇小说 《《施洗的河》 我们吕欣呢还写了《浮沫》 那么这些作品呢 因为长篇小说 它总是要讲故事和人物 否则这样一个作品呢 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这个展开下去的 但是呢 我们也依然可以看到 就是《村庄路》还有《呼吸》 长篇小说 但是你可以看到 它依然是强调语言 强调叙述 强调的这种心理的感受 所以我们把它们称作为 《先锋小说》的时候 我们是放在整个文学项内转 在《马园》 《墨园》 《长雪》 这些人的经验背后 《先锋小说》 它更加在语言这点上 它能处在一个更富有形式的 形式主义实验的这个场面上 这点我想大家是可以理解了 那么到了九十年代初的 这样一个变化呢 当然也是和八九事件有关 认为搞先锋派 向现实主义提出一种挑战 这个就是对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 某种意义上的一种违背 是吧 在当时是叫做违背四项基本原则 在当时就是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嫌疑 它是有这种 那么大家自然就会觉得 有一种政治上的一种不安全感 所以一九九一年中山提出新写实主义 也是为了规避这样一个状况 就是为了规避和政治有某种底部 其实九十年代初 你们可能没有什么感受 我们会感受的很强烈 就是政治上还是非常非常的严峻的 好 好 好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